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欧洲股市上面整体来说也是变化不大 德国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而法国和英国则出现大约是0.3%左右的下跌 但是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晚上依然是全部保持了上涨 涨幅约为0.2%至0.4%左右 那么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目前轻微下跌回到1285附近 但是石油价格则继续上涨 达到了创纪录的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价59美元 在其他方面的外汇市场几乎也是处于原地不动 非美货币呢大约都有大约是40点左右的轻微下跌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上这个周五晚上到现在 比特币价格再次创出新高 那么在过去的三天 比特币价格一共是上涨了1300美金 目前达到了创纪历史记录的9300美元高点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就跟大家着重来说一下的是 现在比特币的疯狂以及其代表的地下经济 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几天呢 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从原本呢 就是高不可判的8100美金一枚 涨到了惊人的超过9000美元 一个周末的涨幅呢达到了12% 今天早上呢 我在办公室里面打开电脑一看 也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因为这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新闻 平白无故呢 比特币一个周末再次上涨 达到了惊人的1200美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呢 我在我本人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面呢 跟咱们收音机前听证朋友和这个文章 我们这客户朋友们呢都说到呢 对于普通客户来说 我们并不推荐大家购买比特币 只有两次是例外 一次是这个9月底 中国打压境内比特币交易所 使得比特币大跌了30% 另一次呢则是两周之前 比特币因为分叉失败而导致了下跌30% 在那两次机会中 我跟大家呢 跟所有的客户朋友都是强烈推荐的 是进入快进快出的看涨比特币 但是我们知道比特币它最终还是一个数字货币 或者叫做虚拟货币 那既然是虚拟的 为什么它就一直在上涨呢 其实应该说呢 我们知道比特币啊 其实虽然看上去它是叫做虚拟货币 但是呢 它其实代表着是一种地下经济 什么叫做地下经济呢 就是所谓地下经济就是没有被暴露在公众范围之内的 没有被统计在银行数字上 没有统计在GDP经济指标内的一些经济活动 包括了各种现金交易 包括了各种地下资金的转入和转出 以及呢 没有进入账目的物交换 那么这些原本是属于大量的 这个需要现金交易的啊 这个结算的啊 那些地下活动呢 目前呢 因为有了比特币 所以呢 有一个很好的第三方支付 但是大家可曾想过 这比特币未来是否能够无限壮大 壮大到不可阻挡的地步呢 我本人对此并不赞同 如果我们把比特币呢 这个 这么想 如果比特币的流通进一步的加剧 那么谁受到的影响会最大 现在即便是地下经济 使用的依然却是美元欧元这些世界主流货币 那么如果他们都不用这些现金 而改用比特币了 那你说 谁的损失会最大 那在我看来呢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他们本国货币使用率在减少 而这些虚拟货币在逐步取代原本纸币的地位 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政权对于经济的控制力正在丧失 这个才是一个致命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呢 从这个政府的层面也好 从打击地下经济 包括打击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可能给恐怖分子提供这个资金来源的这些用途也好 比特币一旦未来被政府所监管 一旦出现什么岔子 那么肯定它的下跌将远远超过10%到20%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我们看到呢 上周晚上还是在8100到7900的附近 一个猛子居然跳到了9300 9400这么高的范围 那么未来究竟是会涨还是跌 我个人并不知道 但是有的朋友会说 比特币这全年从3000多涨到现在9400 是不是能够把它加入到 平时咱们说的资产配置中呢 那么说到这个资产配置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把资产配置呢 可以比喻成一盘菜 比喻成这个东北的五彩大拉皮 那么大拉皮中呢 你可以放萝卜 可以放这个黄瓜 可以放粉条 也可以放这其他的这个蔬菜 但是能不能放辣椒呢 传统的五彩大拉皮 在东北卖的时候是不放辣椒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四川去重庆卖 那毫无疑问 你就必须放辣 要不然的话呢 肯定卖不出去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大拉皮 拉到上海浙江 或者是江苏一带卖呢 那毫无疑问 就不能放辣 这比特币呢 就好比是这盆菜里的辣椒 不同的食客 有着不同的口味 我们把食客对于和口味呢 其实用在金融市场里 就是对于风险的偏好 你能够接受辣 说明你能够接受风险 如果有的人不吃辣呢 可能相对于保守一些 所以呢 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 这个菜的做法也并非是固定的 我们可以根据每一个客户的自身 对于风险的偏好 来做一个设定 喜欢吃辣的 口味重的 可以适当加一些比特币 喜欢清淡的 喜欢吃原味的 自然而然 就以保守来做匹配 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到 资产配置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 量身定制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晚上呢 在澳洲时间晚上六点钟 英国银行将会发布 他们的压力测试数据 所以对于英镑来说 今晚的波动可能将会较大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见